第九 为什么神给人不能遵守的律法吗 我们之前也讲过 上帝赐下律法 第一显明神的义 教导我们什么是神的公义 我们当今的义务 同时延伸出来的 当义显明出来的时候 就显明了我们是亏欠律法 所以我们没有遵守律法 所以定我们的罪 然后圈在绝望里面 然后让我们寻求基督 不是在自己里面 靠着行为的 就是仰望神的灵灵 信靠基督 盼望基督 渴慕基督 然后在基督到来之前 还约束我们的恶行 律法的那个咒诅和威吓 使我们不至于放肆 放胆 肆意地照着我们心里的恶念 去进行一切的恶 实践一切的恶 直到基督来的时候 是吧 然后在基督里 获得基督的灵 新生命 就可以在基督里 能够遵守 活出律法的要求 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